现在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Emergency Procedure 比如说突然发动机没了 怎么办 第一件事是ABCD A就是Air Speed Air Speed的话就是把它飞机拉到最 就是它飞机最好的所谓的Glide Speed 在Tesna里边的话Glide Speed是68 现在我再看 然后Trim 然后顺便我来Trim讲 就是一二三 大概三次 拉下三下的话就是大概68度 现在比如说65无所谓 还低点也好一点 然后B就是Best Landing Site 我知道在Saint Martin 所以说我现在往Saint Martin降 然后先往Saint Martin的Manguai 再往上拉一下吧 C是Checklist Checklist的话这些东西的话 要学好的话应该记住 第一件事是Verify 就是两个油门的中间 第二个是Mixer All In 第三个的话 发手当然了我现在是假的 就是假装没有发动机的时候 这个就不动了 下一个事就是Fuel Pump 就是假如可能比如说发动机 发动机里边有一个油泵 可能坏的话可以把被用的油泵打开 但是现在也没有无所谓 没在飞 然后现在D的话就是Declare Declare Emergency的意思就是说 跟大家说一下我有出事了 一般的时候专出事的话 我把它变成7700 然后我也可以在这个 在这个Radio上面告诉别人 我有Emergency 当然了我现在没有 不是真正Emergency的话 我也不需要跟别人说 但是我可以给别人说一下 我在这块 我进去这个Pattern 到Runway 32 让人说话 咱们现在说的就是 Tesna 7870 Papa 2400 over the airfield midfield will be entering right downwind for Runway 32 Summing traffic 这样的话我就跟大家说 我在这个飞机场上面 然后呢准备去进去这个3000 就是跑到32 好咱们现在还是 大家可以看 比如说我现在没有放上机的时候呢 我大概一分钟掉500尺左右 现在我在2000尺 我还有4分钟才能 才会掉到地上 比如说我有很多很多时间去找 在哪去降落 然后呢 然后准备这些 就准备跟他准备紧急的紧急操作 现在呢 咱们就慢慢在这转吧 然后比如说 我这个已经吹好了 所以说呢 速度也差不多 我也不需要太害怕 不需要太害怕 好 现在我的机场在那里面 我就慢慢拐 慢慢拐 不着急 时不时的话呢 因为这是真 我当机还得有的是 时不时我得给他点油 要不然的话呢 要不然那个什么 那个spark button 就是打火器上面的话呢 会很脏 我还有1700尺 所以说呢 我还有很多 现在我现在已经进到pattern了 我现在再跟别人announce一下 我现在还有一千 一千四百尺 然后呢 就在那里面 然后我有很多的高度 所以说呢 这块也不需要太大问题 我一会儿就准备开始转了 现在太早 因为我现在太早的话 我降落不了 因为太高 我等大概一千尺的时候 我就往那边拐 真的好 一千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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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ssna 8705 转向上 十四百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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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现在这个地方 还剩一点高 所以我可以给一点flaps 10度 summoning traffic summoning traffic summoning traffic turning final Romate 32 summoning traffic 这样的话我现在太高了 然后把所有的flaps dump掉 然后准备呢 所谓的就是flap flap的话呢就是说呢 我在很快的时候 把这个高度输掉 现在我很抬太快了 我还是太快 还是太高 太高了 所以说呢 但是呢 这个summoning 这个什么 跑道很长 大概3000尺 所以没有太大问题 对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大家在飞机里面要发 哦 假如我发动机没了怎么换 这很简单对吧 就是没有发动机的话呢 飞机也可以飞下来 而且可以安全的降落 当时呢 我刚才太高的话呢 也没有无所备 所以说大家 我也没有撞到地上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事情 所以说呢大家不用害怕 在飞机里面 好吧现在我们拐过来 到这儿的话呢 我给大家说 结果已经空了 好吧咱们先往回走吧 好吧咱们往回走 然后呢咱们下个视频呢 咱们就讨论一下 其他事情吧 看看怎么降落 是不是 刚刚我降落 但是没有跟大家解释怎么降落 然后呢咱们 咱们下一个视频呢 就解释一下怎么降落吧 好咱们先说到这里 好下次见 拜拜